面对击打州政府不更新赌牌 民政党就表明愿意协助受影响的商家 将事件带上法庭争取非穆斯林的权益 至于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则挑战马华 国大党和沙盟部长 在内阁会议上明确反对击打州政府 禁赌博彩的决定 并且和伊斯兰党划清界限 反对极端主义政策 击打州乌大臣昨天宣布 为了让击打州达到零赌博的目标 明年开始不再发出任何更新执照 包括投注证 随即引发千层浪 民政党全国副主席兼法律局主任 拿渡巴日新今天表明 如果击打州政府执意不再批准 和更新博彩中心的商业执照 民政党将协助受影响的商家 把问题带上法庭 争取应有的权益 巴日新指出 没有人会反对州政府拟定法令 阻止穆斯林赌博 但是不能影响了非穆斯林的权益 巴日新也建议 吉达州政府如果要更严厉 防止穆斯林赌博或喝酒 可以拟定法令 让有关商家查看上门顾客的身份证 以确定他们不是穆斯林 与此同时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也发文告 挑战沙蒙、马华和国大党部长 在内阁会议上站稳立场 反对伊斯兰党的极端政策 他说伊斯兰党在定夺相关决策时 并没有咨询利益相关者 也无视多元文化社会 行动党并不反对实施限制 禁止穆斯林参与违反教议的活动 但全面禁赌令只会提高 非法赌博业者的生意 让不法集团受益 并加剧警方和非法赌博集团之间的 贪腐问题 火箭副秘书长郭苏沁 则呼吁马六甲选民 特别是华裔和非穆斯林选民 更应该在这个星期六 踊跃出来投票 以阻止马六甲沦落在国盟和国阵手中 另一方面 马华公民社会运动局主任吴建南则认为 击打州的这项争议性措施 已经涉嫌违宪权和侵犯各族国民的基本自由 要求州政府尽速撤回争议性举措 他也呼吁迎来州选的马六甲和沙拉越选民 趁着选举强烈拒绝一些主张神权极端主义 乃至发表愚昧言论的候选人 以捍卫我国中庸多元的建国精神 让国家尽速恢复稳定和影响正确的复苏方向